要改善失眠 不一定要靠藥物 其實有很多天然食材裡面 都可以讓我們好眠 對 沒錯 我今天要做這道菜 是燕麥蝦仁花椰菜飯 是 其實花椰菜飯除了瘦身之外 其實這個幫助好眠 也有很棒的一種說法 因為我今天用了這個 花椰菜跟青花菜 然後有雞肉 蝦仁跟魂魚 然後最主要有蜂蜜跟香蕉的部分 這個香蕉入菜好像有點難 還有就是牛奶 牛奶 對 首先我在鍋子裡面 放了一些橄欖油的部分 現在先把蛋黃放下去 去給它做一個炒香的動作 先放蛋 對 蛋黃把它放下去 把這個蛋黃的油脂 把它給炒出來 把它給炒出來 你看放進去之後 你這個只有蛋黃而已 蛋黃而已 對 我們現在稍微在鍋子裡面 讓它稍微停留一下 我們在炒這個蛋黃 有一個技巧就是說 油不要太熱就下去 炒起來就會花花的 你如果油熱下去之後 一下子就會定型了 對 就會定型 所以要從冷油開始炒就對了 放下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先把雞肉的部分 雞腿先下去 放下去 放下去在鍋子裡面 這個雞腿有淹過嗎 稍微 我只是稍微抓一下鹽巴而已 抓一下鹽巴而已 對 抓一下鹽巴而已 把它放下去 在鍋子裡面 再去給它翻炒一下 對 好 那我們把它翻炒的過程 接下來就要把這個 蝦仁 蚊魚 蚊魚把它放進去 蚊魚其實很快熟 但是為什麼要先放 就是要把它炒散 炒到有一點那種 每一隻分明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把它放下去 一直去給它做一個 拌炒的那種 拌拌的腳就對了 對 拌拌的腳 好 OK 我們現在把它翻炒的過程 接下來我們要把蝦仁 我今天準備的是大蝦仁 這大蝦仁把它放進去 在鍋子裡面 那時候全留一下 好大隻 對 把它放進去 而且都去殼了 去殼 蝦仁一定是要去殼 如果不去殼就要蝦子 這樣是不是 要蝦仁 對 我怎麼覺得有在胡亂的感覺 沒有 一樣就要做一個 翻炒的一個動作 OK 好 翻炒到有一點像 這個雞肉 有點像熟成那種狀態之後 半熟半熟的雞肉 半熟半熟 對 我們現在要把 這個白花椰菜放進去 白花椰菜燙過之後 這是熟的 熟的 就把它切成這樣碎碎的 像花椰菜米的那種感覺 把它放進去 有點像飯 對 沒錯 還熟這個東西 對 一樣給它做一個飯 維師 這道料理 對我們的睡眠有什麼幫忙 你會發現它裡面有香蕉 牛奶跟核桃 我們知道香蕉其實是 抗憂鬱的一種水果 裡面有色胺酸 牛奶裡面也有色胺酸 這個可以讓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可以放鬆之外 它還有裡面有高濃度的甲 對不對 維生住這個甲 好像對我們身體裡面的一種 好像放鬆之外 還有一個預防抽筋 因為概念不平衡 尤其是我們老人家 或者是孕婦這個部分 可以補充一下 核桃跟我們的補腎 這個有關係 它可以潤肺順氣 所以在吃了以後 就會讓整個身體覺得 好放鬆 就這樣輕輕鬆鬆的 就給它入圓進去 所以當然它有加上 其他的食材進去以後 包括剛剛的那些圍儀 還有比較好的 Omega 6 3這些 可以幫我們的身體 做一個順氣活血的效果 OK 我知道再給光吻一聞 我就很想睡覺了 真的嗎 光吻一聞就睡著 我是看到尾嚕就想睡覺了 OK 我們現在把牛奶放進去 有一點讓它收集 牛奶OK 牛奶把它放進去 接下來把 青花菜 對 把它放進去 青花菜放進去之後 有點花花綠綠那種感覺 顏色就會出來了 顏色就會很漂亮 一樣在鍋子裡面 要做一個翻炒 然後炒到什麼程度 有一點那種牛奶收汁感 收汁感就OK 接下來我們要先 首先我們先要把它撒上 一層的義大利的綜合香料 綜合香料 對 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一樣去給它做一個翻炒 那你的香蕉跟那個堅果 還沒 還沒 對 我們現在關起火源之後 首先香蕉的部分先放 是 香蕉也不要太早切起來放 因為等一下會氧化 會氧化 OK 翻炒一下 翻一翻之後 其實它有一點像 南洋飯的那種蓋面 OK 香蕉柱綿 難怪猴子都不會失眠 這是什麼 接下來蜂蜜 對 把它淋上去 蜂蜜也是最后家 光滑的時候加 對 有一點像那種 吃早午餐的蓋面 那種味道 一樣去給它翻一下 再翻一下 再把堅果放上去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們把這個燕蜜的部分 燕蜜 也是用拌的就對了 用拌的 燕蜜的話 我們不要讓它有點煮太久 那種蓋面 就用餘溫把它在外熱一下就好 這道菜這樣我們就完成了 那我們這道鑄棉料理就完成了 這道燕蜜蝦仁花椰菜飯 推薦給你 以低卡的白花椰菜為基底 加入豐富配料一桶拌炒 香氣十足的核桃和牛奶 還能幫助身體分泌退黑激素 讓你安神又鑄棉 其實有的時候失眠都不是我們自己願意的 跟你當下的情緒還有壓力都非常的有關係 像是今年44歲的購物專家余 他就有說 他當年因為離婚 所以他變得很神經質 因為你知道他是做購物專家 所有的購物的時候都是現場直播 他說了他情緒不穩定到他要上場之前 都要先吃鎮定肌安穩自己的情緒 而且這場他每天都睡不著覺直到天 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好慘 雖然他情場事宜對不對 但是他職場可是非常的得意 因為他那段時間在直播的時候 很多觀眾看他眼眶裡面都含著淚 所以他幾乎都打一打賣 所以都打賣 他也因為靠著工作才走出他人生的低潮 另外一位就是簡佩恩 他是一位非常知名的演員 大家都知道當演員 基本上就是沒有24小時 因為24小時幾乎都是滿滿的 壓力又非常大 所以他每天失眠之外還吃了安眠藥 最後他怎麼改善 乾脆轉行好了 轉行之後改變作息 他做了餐飲面 現在做得有聲有色 徹底離開那個讓你睡不好的地方 所以他就改善了他這個狀況 再來還有一個非常資深的 潮溪平大德 大家都知道他出道非常早 因為很早的時候很年輕的時候就爆紅 但是爆紅隨之而來的 就是受到言語攻擊 他除了要面對這個言語攻擊之外 還要面對他摯愛的親友往生 所以當時他會出現鬼剃頭 還有失眠焦慮 甚至是暴飲暴食變胖 但最後他怎麼走出低潮 他想到他年邁的爸爸 放心不下爸爸 所以他就撐過了過去 然後就走出了這個地方 其實台灣的失眠真的很多 我們想問一下江醫師 在台灣最多的失眠原因到底是什麼 而且很多人會說 失眠很多人就可能拿點安眠藥吃 可是有些人會說 安眠藥不能吃太久 吃太久可能會依賴會怎麼樣 這個觀念到底對不對 我們失眠到底可不可以吃藥 OK 基本上 失眠它其實有11種不同的亞型 11種那麼多 對 雖然說它有共同的症狀 但是它致病的基準其實截然不同 所以不是 所以便便就一顆安眠藥把它敲昏 所以要繼續生病 這是永遠不會好的 第二個 安眠藥都是管制藥 不管是安眠藥症經濟 抗焦率 基本上都是管制藥 為什麼它會被管制藥 因為第一個副作用的關係 第二個會有依賴性跟成癮性的問題 所以其實如果長期的服用安眠藥 第一個就是說 會產生副作用跟依賴性之外 其實我自己在中國醫藥大學專任教授 上個學期我們請學生找了 就是期中報告 找了有關長期服用安眠藥 跟惡性腫瘤的這個關聯性 超過2000多篇的paper 嚇死人了 對 而且有好幾篇 是台灣的健保資料庫 自己撈出來的data發表的 但是台灣的醫師都不看 對 因為他們不知道要看什麼 對 所以這個就是重點 因為安眠藥這一些是 為什麼便便管制藥 大家這樣去理解 它其實比心臟藥還要毒 對 那為什麼大家都不做檢查 一直在吃藥 這個很奇怪 對 所以應該說 如果你真的有失眠的話 如果你真的覺得 比如說你如果吃這兩天失眠 你偶爾吃一天兩天 可能沒有什麼關係 但如果說你這個失眠問題很長久 真的要趕快找醫生 因為就算是要開安眠藥 也要我們開給你 才會引起你將來服作用那個 而且重點是 不是每一個都是吃安眠藥 沒錯 一顆沒效 你就兩顆 兩顆沒效 你就三顆 當然會倒 這樣吃下去 當然會有一些很大的副作用 其實失眠真的讓人家很討厭 除了失眠精神不好之外 我們請劉醫師幫我們總結一下 到底失眠對人體會有什麼影響 對 所以我們一開始會先知道 失眠的定義是什麼 很多人都說我失眠 可是我們常常不知道說 到底什麼事還算失眠 像瑋茹昨天睡八個小時 他也說到失眠 平常睡12個小時 對 所以對我們來講 失眠主要三個方向 一個就是你入睡很困難 就是一直在數羊的那種 數到幾千幾萬隻都數得很清楚 有沒有講說 躺下去到睡著多久就要失眠 一般大部分我們可能會界定 就是差不多30分鐘以內要睡著 如果超過30分鐘 一個小時其實就已經有點輕度的 這個睡眠障礙了 所以一個小時以上 其實我們都叫他 你就乾脆離開床部了 你不要再睡了 不用再撐了 去看一下電視 累了再回來 對 再回來 然後有睡意再趕快跑來去睡 第二個就是 有的人是屬於中段式 片段式的睡眠 睡睡醒醒 睡睡醒醒的 一直沒辦法生成睡眠 對 這根本沒辦法 有長期一個好的時段的睡眠 等於沒辦法生成睡眠 那第三個就是自認為 自己睡得很好 入睡也很好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白天就是覺得很累 起來超累 這就是剛剛我們江醫師提到的 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的族群 就最容易發生 就是他自己都覺得 我睡得很好 反正隔壁睡不好而已 然後隔壁都 整個都黑眼圈 全自己都睡得很好 可是白天 他一樣跟隔壁的一樣一起打瞌睡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代表 他睡眠的品質很有問題 所以如果你有出現 這三個問題中的任何一個 其實你都是一個 睡眠障礙的人 那失眠這件事情到底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當你失眠的時候 其實就影響到我們的自律神經 所以我們剛剛江醫師有提到說 他甚至除了影響我們的自律神經以外 造成我們加感神經常常會一直 在睡眠的中途 或者睡眠一開始就是呈現是在高檔的情況 第二個就是當我們在長期睡眠不好的時候 也有影響到我們內分泌的一個系統 包括我們的這個所謂的瘦素 飢餓素這些問題 變胖 對 所以在經過之前的研究發現說 如果你是屬於睡眠呼吸中止的 就是那種睡不好的人 基本上你罹患肥胖 罹患這個所謂的糖尿病 罹患高血涯的機會都達到2到3倍 甚至罹患心血管跟中風的機會 也會高達3到4倍 尤其是假如你是又肥胖 又是睡眠呼吸中止的人 甚至會高達5到6倍的這個心血管發生事件 那長期下來 你知道睡眠不好 你整個就沒辦法去專注 所以到最後我們會發現 甚至即使你的那種睡眠障礙指數 只是一個中等程度的 都可能會影響我們早期的認知功能的異常 就提早失智 對 提早失智 所以很多人會在乎說 我是不是因為吃的藥而失智 還是我 所以我就不吃藥 就讓他失眠 其實對我們來講 這個也是需要去積極解決的 你要去權衡一個利益 所以如果你不選擇用藥物介入 你就要積極的去選擇非藥物的介入 所以很多人是放著不管他 就放著讓他失眠 這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有一些人 他可能睡眠時間都不到4小時 他甚至罹患這種猝死的機會 高達1.8倍左右 所以很多人會說 其實不用睡那麼多 反正等你走的那一天 你後面你想睡多久都多久 生前少睡 死後長眠 然後我都跟他說 你怎麼不換個方向想 搞不好人一身固定 醒的時間就是有限 你把醒的時間再很早就把它用完了 結果你就後面就真的是長眠 所以我們每次為了身體健康 都做了很多的努力 其實發現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趕快去睡覺 但是有些人就是 怎麼樣睡都睡不著 中醫來說 你睡不著其實跟你的體質 是有關係的 對 我們通常會把脈 看舌頭 看規類哪一種體質 通常我們會有幾個 體質的一個陣型 譬如說我們的壓力很大的 比如說像音樂園 或者是我們的考試族 這種上班族 他就是我們一般說的 情緒壓力大 中醫把規類其實 肝育氣質 對 因為肝筋跟我們的循環 跟我們的情緒 跟我們的壓力 是有關係的 那這一類的話 我們就會用上一些 比如說像 讓他有一些疏肝理器的 比如說像 看到就喜歡的 像玫瑰花 這些都 心情就好 甚至有的時候 你趕快用點菊花 它也很出來 因為菊花也有清乾明目的效果 第二個就是飲食不盡 中醫講說 胃不合則臥不安 是 如果不好 就睡不好 那這個胃不合 包括什麼 我們有時候去吃Buffet有沒有 吃到飽 不趕吃多一點 不划算 結果吃太多了 晚上就睡不著 亂吃東西也會睡不著 或者是 反過來我們要減肥 都不敢吃東西 晚上餓到不行 也睡不著 所以這個胃不合的 這個臥不安 或者是說 口乾舌燥 還有一天到晚想要喝飲料 這也是一種胃火 所以這個飲食跟我們的胃熱 跟我們的皮濕 跟皮膚也有關係 還有老年陰虛醒 那老年陰虛醒 你知道嗎 常常那個更年期之後 大家都常常覺得 我以前都好好睡 這個更年期之後 怎麼都睡不著 處陽處不好 一直睡不好 那荷爾蒙有關係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給他用一點 你看中醫的時候 中醫跟你講 你腎水不足 腎水不足 有時候我們來看診的時候 病人就會說 以前中醫師跟我講 我腎水不足 我說你出了腎水不足 你還乾火旺 你最近還口乾舌燥 你會發現它是中和型的 所以 當我們開始更年期之後 這個部分就開始 我們要怎麼改善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這種 從一些食材 藥材之外 我們有用一個 就是我們的這個 今天用一個 旺幽安神茶 旺幽茶 旺幽安神茶 什麼都忘記了 旺幽 剛剛那個乾育氣質 又不能不工作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用的茶裡面 就有點酸酸甜甜的 那甜的正來這裡 有我們的甘草 那甘草跟浮小麥 搭在一起的時候 可以去腥火 然後可以安神之外 它可以讓你肌肉放鬆 再來就是我們會用到這個 葉膠疼 聽到這個葉膠疼 就知道說什麼 它跟你晚上睡不好 有安神 還有寧心的效果 它還有疏風通落 然後還有皮膚質癢 你這個喝下去 然後還有單身 那種比較單身 它可以清我們血裡面 或者血管裡面的一些髒東西 所以它這個部分 在中醫用很多 它也有安神的效果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 常常用很多的酸架仁 那酸架仁 這個它是 吃起來味道是酸的 那它可以 就是調整我們的心肌 它還可以戀汗 所以我們在更年級的 用法的時候用很多 光光用酸架仁湯本身 它也有更新的 但是我今天把一些 但是也不要再睡前 馬上喝太多 對 不能喝太多 要去尿尿 對 因為有時候睡覺 會被打斷就是因為想尿尿 假設我們睡覺的時候 夜尿很多其實會提高 我們猝死的風險 是 沒錯 因為其實在老人家身上 如果半夜起來很多次 就會導致它夜間 會容易跌倒的事情發生 而且就有國外研究發現 就是說要增加死亡的風險 就是你晚上尿尿次數增加 它就有可能會增加起來 對 所以其實曾經 我就有遇到一個case 大概是一個六七十歲的大姐 其實晚上大概都會起來 六七十很常見 然後甚至有時候高峰 可能到十幾次 她的情況就有一點像是 我躺在床上我想睡覺了 偏偏我就覺得 我有一股尿 我很想尿 然後到了廁所以後 我只尿一點點 然後好不容易又要回去睡 躺了十幾分鐘 又有尿液感 對 又起來 就這樣一直反反覆覆 晚上十幾次 就真的很痛苦 有一次這個大姐 這連續將近要一個多禮拜 幾乎都沒有睡覺 她半夜又起來夜尿 結果那一天 因為可能神智有一點不太清楚 然後又加上知識性低血壓 所以站起來的時候就跌倒了 結果還好家裡有人 趕快把她緊急送醫 結果去醫院一檢查 發現是大腿骨折 發生的真的很危險 因為如果說沒有提早發現的話 在地板上躺個四五個小時 可想而知那是 可能就白白了 對 因為其實夜尿發生 其實是非常多種現象的 其實 統計下來其實就有發現 潛眠其實是夜尿 可能比較大的一個成因 因為當你潛眠的一個狀態下 其實就會導致 你對很多身體的一些細微改變 都會有感覺 所以當你膀胱有一點尿液 你就想要起來 過度反應了 對 就會過度反應 所以其實真正讓自己好睡覺 解決夜尿這件事情 就是延長我們的深睡期 是 很多人說晚上睡不好 白天自然會去睡午覺 可是有時候午覺睡太長 晚上又不想睡覺了 到底可不可以睡午覺了 江醫師 正常人我們鼓勵睡午覺 但是如果有生理時鐘失調的人 尤其是失眠的人 可能我們檢查完之後 會建議他千萬不要睡午覺 OK 對 所以就是有病跟沒病 其實是不一樣的 是 正常人我們鼓勵說 那一般如果你鼓勵他睡午覺 他睡多久 一般來講如果是 正常人的話 我們建議他 最好不要超過30分鐘 最好不要超過30分鐘 對 超過30分鐘以上 他就會進入到熟睡期 進入熟睡期之後 醒的時候就會昏昏沉沉 對 而且睡太久 晚上會比較不好入睡 所以如果你有失眠困難的話 要盡量白天還是不要睡著 不要去睡午覺對不對 對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 其實我昨天10年都睡了 今天早上也是八點在起床 也睡了10個鐘頭 怎麼感覺越睡越疲倦 怎麼睡都睡不飽的感覺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 有些人啊 對痛感不是那麼的敏感 如果你活動的時候 這個關節咔咔聲 伴隨著疼痛 這個一定是有問題的 那我們市面上的鈣片白白種 到底要怎麼挑選呢 檸檬酸鈣啊 碳酸鈣啊 靈酸鈣 它們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各有什麼優缺點呢 趕快加入健康2.0 YouTube的頻道會員 超值活力班 尊榮養生班 都能線上觀看專屬課程 還有豪里等著你喔